自然、美丽、淳朴、生态 以农业带动旅游 以旅游促进农业发展 北川时已枪寨的人们 是如何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农业致富之路 本期农坊天地 请您关注美丽乡村新田园 云朵最新的农业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在四川省北川老县城 所在地屈山镇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 有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枪寨 据说它历经八级地震 寨内建筑物无损伤 生态环境无破坏 人员无伤亡 被誉为史上最安全的枪寨 其实它的文明远不止如此 那里的美食美景风土人情 同样受到人们的关注 成为如今热门的旅游圣地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那里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踏着黎明的曙光行走在闽山山脉中 美丽乡村新田园设置组来到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穿过北川老县城 从地震遗址现场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2008年那场灾难 给当地人带来的痛苦和损失 而我们的拍摄地石以枪寨就在老县城旁边的山上 穿行在崇山俱拟之间感受大爱北川 那么六年过去了 今天枪族同胞的生活到底怎么样 继续前行下一站石以枪寨 石以枪寨建在海拔1300米的山腰 进入寨子只有一条人工开凿出来的山路 两旁悬崖蜿蜒曲折 坡度很大 步行大约三公里才能到达 听说呀 这枪族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民族 他们对于远方来的客人呀 不仅要敲锣打鼓 而且还要放礼炮 你听这锣鼓声 赶紧的再上 新学校 青山鬼开荡 越来的朋友 大家辛苦了 今天是一个特别吉祥的日子 青山边头遥远开 石以欢国引贵宾 现在以我们庆祝的最高地理 欢迎开人心如在北 民族中央 新学校 新学校 在远方来的客人 这枪族同学 一定会放礼炮 来为你接工几人 同时那些 还有一个是为你 屈肿辟邪 当然了 也有他们对你生活的 一个最美好的一个住院 我听说这个一道枪红挂在身上呀 最意味着是他们对客人的一个最美好的住院 而且对于每一位远到来的客人 他们都会给你挂一道这个枪红 他们是相处同胞 三种最美好的一个住院 也是最美好的一道彩虹 我们还是接着往下走 一道美酒喝口中 大家共同是朋友 听说这个枪族人呀 他们是以酒代客 就是酒是枪族人代客的一个必需品 而且你喝了酒 大家就是朋友 戴上枪红 喝上迎宾酒 第一次来到枪寨 我们的记者就被枪族红包的热情所感染 瞧我这舞蹈跳怎么样 这可是我刚学的这个枪族舞蹈 这枪族衣服怎么样 够合身吧 这呀可是我听说这呀可是咱们这个枪族的这个未婚男子要穿的这个衣服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艳丽嘛 对吧 吴大爷 这个绣头上这个图也非常的有讲究 你看咱们看这个 这是一个云朵的一个云朵的一个图像 是吧 它的意思是什么怎么来源的呢 是这个就是枪族呀 它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 所以它会把这个花绣在这个绣头上 因为这个荷花呢 它寓意这个百年好和 因为这个花呀 在枪族来说 一般是这个未婚的这个男子 由他的女朋友送给他的 而且是给他绣在这个身上 枪族人爱美 能歌上舞 衣服上的图案 都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枪族是个崇尚自然 相信万物有灵的民族 树有树神 石有石神 自己吃的住的都是上天赐予 这种信仰使这个民族 更懂得如何尊重自然 尊重他人 因此在石以枪寨 很多地方都有着古老的传说 而石以枪寨的名字 便是由一把天然双人石椅得来的 这就是一把双人石椅 非常的形象 非常的形象 这就是 木杰猪和豆鞍猪 春期的时候 有天也赐给他的 把作业 我们老婆也成为龙风雨 这边是天上的龙 这边是地上的风 南作女友 南作女友 这个要宽一点 要宽一点 这个要窄一点 传说 枪族至高无上的天神 木比塔 有个三公主 叫木杰猪 她经常在神山上放神羊 而凡间的枪族小伙 豆鞍猪 也经常放羊 有一天 木杰猪在天上 看到了豆鞍猪 并爱上了他 偷偷下凡 与他相会 两人非常恩爱 成亲时 天神木比塔 便赐给他们 一张左边大 右边小的座椅 这张石椅 便一直流传至今 其实也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把天然形成的石椅 在这里有很悠久的历史 所以这个枪寨 也就被誉为石椅枪寨 是吧 石大爷 对对对 在很早很早以前 我们这有叫石椅山 有叫石椅村 有叫石椅寨 一直就叫过来这样 一直叫过来 从古都有 画面中的景象 不禁让我们想到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园 然而 这祥和安宁的背后 却是枪族同胞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来的 听姆大爷说 以前的石椅枪寨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 交通不方便 可用耕地也很少 这里是非常贫穷的 这些年 寨子里种植果树 发展乡村旅游 才逐渐富了起来 其实石椅枪寨 原本就是枪族同胞 聚居的一个 普普通通的村寨 但是他们这里 在传统中 就有种植果树的习惯 所以说要想说到 石椅枪寨 是怎么从一个 贫穷落后的一个小村寨 发展到今天的这种规模 我们还得从这片果园 来说起 听寨子的老人讲 石椅枪寨 地处半山腰 生存环境不好 这里的枪族仙辈 便开辟荒山 种下果树 养了大群的牛羊 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 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每到果实飘香的季节 村民便背着成熟的水果 到山下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一个人 一条路 一个故事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并没有咱们现在走着这条路 当时村子里边的人 想要把那个村里边的水果 运到城里边去 只有通过那种肩扛人碑 走着那种山间的小路 可以说整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 当时村子里边有一位老直书 名叫邵赛贵 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是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着急 因为在他看来 要是只通过这种 最原始的一种运输方式 才能把村里边的农产品 和村外的市场联系起来 那么村子里边想要支付 这可能几乎为零 于是他大胆地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通过自己的力量 和村民的力量 来自己为自己修一条路 于是他们用了三年的时间 修了全长三公里的路 也就是从山脚下 到达山顶上 一共是三年修了三公里 没有钱 更没有大型设备 套的就是一双双手 从2001年到2004年 全村人用了三年的时间 在坚硬的石壁上 开凿出一条 通往外界的致富之路 然而 当村里面逐渐富起来 老书记的梦想 也将要实现时 他却在2008年的 512大地震中 不幸遇难 这也让快速发展的石壁枪寨 蒙上了一层阴影 老书记带领全村的人 种上了果树 修通了路 同时也带领大家 发展起了农家乐 其实我听说老书记 也是咱们村里边 第一个发展农家乐的人 但是在2008年地震的时候 老书记却不幸遇难 现在咱们是在 老书记家的家门口 咱们进去看一下 院子里边是非常的安静 来到老书记家里 老书记的妻子方秦 正在和孙子孙女 一起捡豆子 他不爱说话 几年过去了 他怀念老书记 但是他从来没有停下 老书记生前的事业 老书记在世时 要种果树 修路 搞农家乐 方秦都是默默地 在后面支持 从来都没有怨言 老书记走了 留下一个发展中的 实义枪债 和从废墟中 找到的一张老照片 一张身份证 和一个荣誉证书 还有修路时 记下的账本 她的身份证 她的小相片 全部都在我抱抱口装起来 我说我装到 我抱抱口 那身份证 我说我老死 我还夸到我身上 这就这么着 看一看就忘不掉 是吗 就是这样 在家里边老书记 是个什么样的人 家里面 他人还是 他人为老百姓作响 家务是他很少做 就是我做家务 那妻妇来要做饭 我也是妻妇做梦 我从外面里的外面 是我一把抓送手 他就 对说为老百姓作响 就办大堆办事 陈大姐告诉记者 老书记没有完成的事业 她要继续干 老书记留下永久的遗憾 但是这种遗憾 就是她现在的精神支柱 建设一个美丽的十亿枪寨 也许就是对老书记 最大的告慰 2009年 北川开始创建 以地震遗址为中心的 5A级景区 而十亿枪寨 借着有力的政策 按照旅游景区的标准 进行设计 对村中的路面和环境 进行了整体的规划 村子的建设 比原来更加漂亮 农家乐又重新发展了起来 在重建家园的同时 村里又开始在水果上 想起了办法 那么站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十亿枪寨的一个全貌 而且在这个枪寨的周围啊 它是种了非常多的果树 可以说这些果树 养育了一代又一代 这里的人们 也是他们一个赖以生存的一个根本 由于这里的平均海拔 是在1300米左右的样子 所以说这里的水果上市时间 会比正常的一个水果上市时间 晚上一个月左右 而且品质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里的村民突然联合起来 成立一个水果专业合作社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一起来问一下陈书记 你好陈书记 你好 咱们这里到底种了多少棵果树 我看一下是非常的多 我们现在是五千多亩 五千多亩 都有什么样的果树 现在是冬季 时已枪寨新一届的村书记 陈爱军 正带着村民给李子树剪枝 给果树施肥 听他介绍 路修通了 水果卖了出去 但是水果还是卖不上价钱 原因就是各家各户单打独斗 这样客商就有机会不断压价 好的果子被挑走 而品相差一点的客商根本不要 为了改变这样的情况 2009年村里便提出来 成立水果专业合作社 统一管理 统一技术 统一品牌 统一销售 并以合作社名义 申请无公害农产品 现在我们从起初的三十多家 发展到我们专业的三百多家 辅塞到金家一样的 还有人家拼几个村 在东州围了都 对 那现在咱们的销路怎么样呀 我们的销路从过去的两块钱 一个水果价值 现在我们的水果增值到十元钱一斤 这么快 水果合作社的成立 不仅提高了水果的品质 打响了品牌 增加了收入 同时 优质的水果 也吸引了更多客人 来到实地采摘 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2010年 时已羌寨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成立 党员带头入股 村民自由加入 村里聘请对羌族的风俗礼仪 深有研究的母广员母大爷 来做顾问 负责向村里的年轻人 传授羌族的传统文化 同时 还请了对羌族舞蹈和歌曲熟悉的何飞 来做管理和培训 想要把羌族的民俗活动展示出来 就必须需要演员 可是依据他们村里边的经济实力 从外边请专业的演员又有点不可能 那么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还是问一下何老师 何老师你好 当初你们村这个就是关于演员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最后 我们这个村的演员主要是依靠当地的自己老百姓 我们这个十一村它是一个强筑的一个棋局区 但是老百姓在强筑文化上它还是有一点的低运 有一点的低运 有一点的低运 它本来就还是会调一些简单动作的舞蹈 比如说我们原生的一些舞蹈 就有一定的舞蹈技术 有一定的舞蹈技术 还有他也会唱一些就是强筑力原生的歌 或者这方面我们就说把老百姓也动员起来 嗯 说来参与这个乡村旅游跳这个跳过种成果跳舞来表演节目 这个也增加我们这种乡村旅游这种乡村的气息 可能更加原生 原自原为 冬天是旅游的淡季 游客比较少 为了吸引游客 旅游公司便准备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现在正在进行祈福仪式的彩排 祈福是由祖里的势笔来做 它是被认为能够沟通神灵的人 祈福仪式需要牵上羌族的图腾神阳 绕着村子走一圈 祭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神灵 感激这一年带给族人的收获 祈祷来年有个好的收成 祈福从祭祀塔开始 最后又回到起点 祭祀塔前势必要跳祭祀舞蹈与神灵沟通 九尾桞 通时候父亲吵祝对菫 scared 之前首歌 elimination 然有爭鬼 你像山沟通 如今枪族美食已经成为食以枪寨文化长廊上一张必不可少的名片 枪族饮食的特色与枪族的生活习惯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枪族食材大多源自自产 以腊肉玉米小麦豆类洋芋及蔬菜为主食 所以大山中的野菜与猎物 这些独具魅力的饮食文化吸引着更多的人来到食以枪寨观光旅游 枪族同胞信奉自然而起伏仪式正是他们沟通神灵的渠道 千百年来枪族同胞正是跳着这样的舞蹈 从游牧走到农耕从漂泊走到定居 这种活动举办不仅吸引了游客 同时也传播了枪族的文化 除了组织民族表演 旅游公司还聘请了专门的厨师 开发了一系列的枪族美食 听这里师傅介绍 枪族美食很有特色 都是自家的特产 豆花是村民自己手工摸的 而腊肉家家户户都有 枪族人有杀年猪的习俗 春节前 他们会把养了一年的肥猪杀掉 每家都会杀上三四头 抹上盐 经过熏制 腌制成各色腊肉腊肠 然后就可以吃上一年 来了亲戚朋友 腊肉就是最好的食物 如果没有风云不会动 如果没有水雨不会有 如果没有太阳 月亮就发不出关 今天如果没有我们远方的朋友的到来 我们就不过来有这份的喜情 和提醒 第一碗就 第一碗就祝大家提醒 把我们充满神经的专事 来到石以枪寨 客人一天要喝三次酒 进寨时喝迎宾酒 午饭时有席间敬酒 晚上篝火晚会中要喝扎酒 而这些活动都是村里的旅游公司 根据枪族文化设计打造的 客人来到寨子里 上午可以欣赏美景 中午品尝美食 下午体验采摘的乐趣 而晚上就可以与枪族朋友 一起参加盛大的篝火晚会 最后住宿下来 有人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夜生活是不能错过的 夜晚是人们休息放松的时间 放下疲惫 退去紧张 石以枪寨人们的夜晚 是怎么度过的呢 我们还是一块去最有特色的 篝火晚会上一谈究竟 一晚忙了一天的村民 脱下干活时的服装 穿上漂亮的民族服装 围坐在广场上 和游客一起参加篝火晚会 喝杂酒是篝火晚会中的 第一个节目 也是最神圣的一项 往往由寨子里 最权威的老人来主持 一景春天保有风跳雨水 二景大帝保有无故风帝 三景宅审 保有彩月光景 羌族有酿酒的传统 酒是用大麦 高粱 玉米酿成 风在坛中 饮食打开 插上竹馆 众人轮流来喝 因而称之为杂酒 羌族人认为 酒有神奇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能给人带来好运 在故事 喝杂酒是解决 部落矛盾的重要手段 因而 羌族所语中 有烟散气 酒节情之说 在以前 每逢羌族的传统节日 他们都会聚在广场上 喝酒 唱歌 跳舞 庆祝节日 如今 时宜羌寨发展乡村旅游 把这种古老的习俗 设计成旅游体验方式 通过神秘的沟火晚会 让游客 彻底喜欢上 这个热情好客的民族 在羌族古老的传统中 火不仅能驱赶寒冷和邪恶 还是吉祥的象征 火红的篝火 染红了每一个人的笑脸 绚丽的烟花 编织着石以羌寨 美好的未来 在这里 放下所有 尽情融入到 羌族同胞的热情中 篝火不断 歌舞不散 熊熊的篝火 不断地燃烧 像羌族同胞的日子一样 红红火火 而这火红日子的背后 是羌族同胞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建设起来的 有艰辛 有曲折 更有欢乐和幸福 他们从地震中 坚强地站起来 依靠自己传统的农业优势 用羌民族的传统文化 探寻出一条 以水果产业为支柱 特色羌文化旅游 为主的致富之路 2011年 石以羌寨 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 2014年 被评为 美丽中国石家旅游村 处处是美景 人在画中行 石以羌寨 这个世外桃源 不仅有美景 可赏可油 还能让人们品尝到 最原汁原味的羌文化 石以羌寨里 热情的羌族百姓 用他们的真心 质朴 勤劳和智慧 打造着美丽的家园 让它走向 更多人的眼里和心里 同时 也让石以羌寨 发展得更美好 好了 本期讨论天地 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 栏目的更多内容 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